ETG是藍色方 诺贝教练是在左边的一个镜头 来看一下两边的BP 哇 ETG很大胆地改变了完全的BP 藍色方就是有这么大的一个弹性 目前打野都不变 我先变掉你上一把 获胜的吸血鬼跟塔木的体系 我已经想好了我要拿什么 反正也不管你拿什么 就看艾妹这边 是要觉得哪些英雄更不能放了 这也就代表着 Claylove7 可以用这些英雄 那我就先不变 尤其是盲森这一首 艾妹是留 就也在 就看你 他不可能跟变盲森吗 他是可能跟变一个狮子狗 或者是干脆都开出来 但是艾妹这两个手番 其实还是暴露他们一些问题的 就是这两个 现在中上比较强势的英雄 我在他们的对战记录里面 是没有看到的 而且在run的记录里面 也没有查到特别好的胜率 对 打野开了很多 只有一只男枪被奔以后 EDG是毫不犹豫的 跟第一把蓝色的方法一样 选下了陆路 艾妹这边就是 也挺聪明的 没有像第一把去被青钢引 你拿一个强的 我拿两个 这样来说 这个卡米尔的生存环境就保证了 毕竟这不是我自己拿的 也是ADG最近很有自信的一个英雄 然后场长则是选下的四只狗 就两边其实都有一些斩获吧 艾妹这边是带走了上野的一个组合 但EDG这边保证了四只狗进场的时候 有一个鲁鲁可以做一个搭配 选下来了场上的四只狗 我记得从今年的巴萨罗纳的一个世界赛之后 常常就开始有使用四只狗的一个记录 AD这边则是韩冰 两边的ADG都很偏向韩冰的一个选择 但上一把Z的韩冰的确是 没有太多发挥的空间 那这样呢 他们还是想把自己的中路放在后面选的 现在感觉逼逼 再多扛一点班了 包含第一把的一个今天所有的BO3里面 基本都有在前段选人选中单的 但不过这场对面因为是搬了 马尔扎哈 所以搬中路的其实不是很多 都是一个上野ADC 还是会开出来一些能用的 艾妹针对上单 这是上一把依据在红色方的一个做法 两边会不会把 干脆铁了心把上单全部变光不可能 ADG这边上单还没选 不可能吧 因为没有队位选人 ADG针对 可以针对一手辅助一手中单 还是先变掉了狐狸 之前就说过这两个队的中单 其实风格 英雄池上面差别挺大的 所以有些英雄都是一个人用了 另外一个人可能暂时没有过使用记录 剩这一首鳄鱼还在 但是毕竟已经有一个蜘蛛 蜘蛛不在对面 所以就算对方选鳄鱼的话 对线期的Mouse也要非常小心 Floeless对于上路的一个支援 就还是变掉Scott的一个新德拉 这英雄也是Scott的一个招牌英雄 那就是把这场把Scott自可更多的开了一些 男刀开出来 那蓝色方主动先选的压力是比较大的 更多还是可能 哦 发条自己变掉 暧昧的先选选人 应该是辅助选下来 然后留一手中单的Counter 杰拉作为一个反手 对面这个先手应该也已经比较多了 狮子狗你要进场了 那爱希大招也要先手 Squad要拿延鹊 阵型上是挺不错 确实是以支援型为主的 这场毕竟打野前期节奏的话 英雄也被对面抢了嘛 可能周难要承担的更多一点 上路选一个九筒打青钢银 这也是之前 可能选手认为打青钢银 比较好用的两只英雄吧 打法不太一样 就鳄鱼是现场打优势的 九筒则是 大招可以Counter一下青钢银的大招 而且前期的对线 也是有一点小优的推线权 看一下打炎鹊 听他会拿什么样的英雄出来 吸血鬼嘛 两只骑在推线权上面是差不多的 第一楼盘了 第一楼盘了 那打炎鹊好像就没有太多好的英雄 除非杰他要选 小鱼人 哦 确定了 选下来了第一场小鱼人的一个登板 这英雄我记得上次我们播谁的比赛的时候 就连变了两把 是昨天我看CK的时候有队伍连变了对方中单两把小鱼人 都没看到这个英雄出来 我最近排位的时候看到很多上单小鱼人 因为这个版本的中单小鱼人 其实容错率是降低了一些的 大招不能减了 所以一一掉到地上就浪费掉了 是重做过嘛 机制也是稍微有一点改变了 就像腰机一样不能 就第一时间把那个伤害打得 W要等一下 对 要等一下 要等那个海矛慢慢地累积一下 再戳出一个爆发的伤害 好像是两秒之后 恶心那这一把拿出的小鱼人 的确是比较令我们亚依 因为在推线权上面 这个英雄应该推不赢炎鹊 不需要我们都太多的一个猜测 虽然鹊鹊的Q对于小鱼的伤害是 相比之前最 去年最热的就夏季赛的这个时间 也是有削弱过了 但这个英雄的大招 其实现在比以前更容易重一些 说实话 只是在比起上一个版本 稍微砍了一点 现在大招距离蛮远的 就如果打中落的话 配合打野 从线上或者是卡士也都很容易重 配合一个蜘蛛也是有机会强杀的 小鱼人这把的第十手 艾妹的确还是准备了很多的惊奇 带给各位观众 这把的决赛剧想象非常地精彩 首先关注的是厂长 踢补上场过后的一个四肢狗 以及跟自己队友一个搭配 因为炎鹊是一个非常需要领先的一个英雄 他在劣势局的作用很小 所以依据这把前级必定要建立一起优势 又回到了火龙了 两边的加油声结束以后 第一条的火龙 让下游戏的争夺变得更为重要 使得了上半部还是正常的 还是有可能这边看一下 回到F6来开局 Athena则是带了传送的一个小鱼人 对 这个可能也是一个优势点在吧 至少跟得上延确的一个大招的一个支援节奏 不灭之卧的小鱼人 其实刚才说实话 他们最后人还没换过来的时候 我甚至有因思想 小鱼人轻刚领中单吗 我在想他们是不是维鲁斯中单 维鲁斯中单 想想有点没道理 主要是因为不是炸弹人 对 下路没有好的组合了 对 小心暧昧这个亚连娜的维鲁斯 给我留下来太深刻的印象 就过了很多个版本之后 每次他们选出维鲁斯 我总要考量一下 但现在的维鲁斯 也毕竟不是当时靠Q吃饭的一个维鲁斯 是的 但这场还是给我们个惊喜 选了个小鱼人 我今天其实有猜货 上单小鱼人 但是最后没有 反而出了终单 而且就是也看到了 上单天使的一个弹线 也还没看到 所以的确也在版本更别的时候 大家在找一些英雄的可能性 这边双人路是帮了挺多的 也是让狮子前面没有那么伤 小鱼人的一个改动 在7.5版本 Q技能的法强收益 直接多了0.2 而在这个流血的一个时长 总伤位变的情况下 更快地打出他的一个总伤 增加你的爆发 标记的时长也变多了 所以可以在 有更充裕的时间 可以去打出增强的一个伤害 但是他的大招是不会被捡起的 现在看到鱼掉在地上的话 就不用担心可以去经过那个区域 是没有问题 下路解拉的一个推线 双人线帮的比较多 一地区这边 虽然是二级的时间没有拖的很久 但兵线是被对方前推 这波是回到了差不多持终的一个位置 只要他们保持自己的血量 不要被损耗得太多 前面补给品不要吃快的太晚 吃完的太快 吃完的太快 两边辅助端换了一波血 其实都没有赚 对就蜘蛛不会有太大压力 但是如果你真的消货品都吃完了半血 那就要考虑一下对面会不会来越了 Scott的一个眼雀 看起来是老眼雀没有错 对完美的一个几何图形 一个会玩的眼雀 总是能在中路这么狭窄的一个位置 保留一点自己发三发 就是五发Q的一个位置 这波哇一技能 冲上来直接吃了一套石阵 这就是我觉得愚人打烟最尴尬的地方 你是靠位移而不是瞬移的技能 如果被对方抓到这种时间 你会暴血 就对面技能CD还在的时候 你这样换血很有危险 而且刚刚出来又被一个沿途推掉半条鞋 我觉得Zina这个对线前期不是那么的好受 那这波传送已经用掉了对吧 这血已经被耗掉一半 那还好是有恢复品的 我下路这波直接打出闪现跟治疗 这个杰拉被打出闪现还是有点失误的其实 在一个杰特可以点到他的一个位置 冲持到了环数 就对面那个 大家都才三四级的时候 就也不是说安西有大招 这个时候交到闪现 等会儿可能有点尴尬 安吉拉身板比较脆 因为走位还是要保持好 压得太高潜了 我这波打下刀差一点完美 差一几 这个打下刀补的不容易 人阙中路直接打出一个传送 第一波交的传送被耗了半血 那现在赶紧吃一波冰之后回去 但现场还是要亏一点 四个来下路尝试一波 想抓这个没有闪现的杰拉吧 但对面走位很小心 主要这波冰线要前推的 前面是有 主要是个陆路上去 对面觉得你有机会换 上去卖一下 卖越破绽 但Mako知不知道前面这个眼睛的一个时间 如果能抓得非常准的话 要知道这个眼睛要消了 中路小鱼 但鼓高上面还可以撑住 先来看一下中路这波是 4Less尝试的一波gank 闪现一波 闪现中了 这波中了 Skot散现完还是被戳动 身上的打得一碟 这场感觉 打野的发挥 好像跟第一局有点区别 拿到蜘蛛座 好像变了个人 这一场主要是 Skot散现的位置 好像有点撞到墙 就是横着的一个截面 没有伞到最大的距离的感觉 这波是场上走过来 Mako在后面 应该是想抓一下蜘蛛 会想过来抓场上 但是4S也是很冷静的先 放了一下眼睛 看到Mako先打一套 小鱼人一级能翻过来 Mako脚伞过红buff区 就赶紧闪对面有6的 我如果吃鱼的话就活不下来了 吃鱼可能对面就要追了 中路前面眼圈原本是 对线对的挺成功的 但被打野打出了一波双招 跟击杀以后 小鱼人又升到6级 压力比较大 不过这个人头还好 不是小鱼人拿到了 还有在LAT这边 靠着LULU的一个盾分加速 平A金角 金角像是没有治疗的 Starlight赶过来已经交出了 自己的虚弱 Skart这多想要大招跑 但是直接在墙上被绑住 金角过来 杀了一口鱼给Skart吃 Skart直接被击杀 0-2的一个开局 对于一个支援型的中单来说 是挺难过的 有点承命的开局 不太舒服 而且因为他们 双人路虽然换血 也是换得比较不错 但是推线对面这两个英雄 推得也蛮快的 好像这个下班区的视野 你也不能说做得非常靠前 主要是厂长看到自己 双人线一开始是压掉了 对面的一个虚弱跟治疗 比较上到六级的这个行程点 是想要帮助下路的 像金角跟Starlight 没有露出破绽给EDG的双人线 反倒是让厂长错过了 却帮助中路做反蹲的一个时间点 而且他现在的位置 一直被Flo S刚刚进来的一个视野给看到 是的 S刚刚第二次死确实是有一点可惜了 如果走的位置 自己没有闪现 已经没有办法跑了 毕竟是个没有位移力 如果Flo S的一技能没中的话 他就可以逞强而走 但一技能移到的话 那就没有办法了 因为那个位置其实挺远的 蜘蛛应该没有进入 普攻跟自己Q技能的一个射程 是用极限距离的一技能绑到他 即使被击撒两次 但推线的能力上面还是 盐阙比较优秀 这波视野是两边都做了 蓝BUFF要准备升 Scott要最小心的 就是蓝BUFF拿到的这个时间点 现在小鱼人的补刀 已经完全追回来了 感觉IMA这一套 两名韩云的中野 对于中路的一个配合默契体 还是挺不错的 他上路 AJ拿到了这个卡米尔之后 线上也是有一些优势的 这两中路打得太多了 好像两边都没有太多时间去照顾上路 双人线其实也 场长尝射了两波 没看到机会 蜘蛛根本不去下路 对 而且上路好像卡米尔也没有压线压的太靠前 蜘蛛没有太多干客的机会 蜘蛛也是保一下自己的一个发育 虽然补刀上面稍微的落后 但是一击的击杀一个助攻 经济上面是不输给场长的 斯卡特想支援 但是两条边线的一个位置 对方也没有强制的前推 这边想要看对方减剑战斌 那个时间里用沿突突一下 看Othena的走位 就宁愿浪刀也不要再让被你吓到比较多的血线 不过现在来说 其实中路的压力肯定就会减轻不少了 他现在清晰能够比较快速的话 就很难被看起来 两边视野都做得非常充足 蜘蛛可能想换一个地方找出过口 想要在上路正面的一个反蹲 但场长其实并没有在上半步 而且在下半步通过一个控制守卫 但已经被河道的转点位的眼睛给看到了 这波艾奇是有大的 不过对面也是双刀都在 先去野区做一下视野找一下蜘蛛 扶野一个游走 蜘蛛快被看到了 我没动在蛤蟆那边 感觉是先打了一个河道线 杰拉也感受到蜘蛛在野区里面 可能需要一些帮助 先离开了下路AD 看了快点直接打了 但是对面蜘蛛也是在附近 金刚影视有传送有闪现 九筒则是在回程第一 第二次回程补装补了一个锁指甲 这条火龙还是放掉了 想偷一下 因为对面没有视野 也不知道鱼人的一个位置 但小鱼人其实是回家的 小鱼人有传送 双TP 结果要真的打起来的话 EBG也没有十足的把握 中野还是有曖昧领先 想在继续想在炎雀这里扩大可能就比较难 只是说炎雀这个英雄拿出来 自己本身就要带机走的 现在被稍微有点限制了 装备上面也是 背后要深补一个腹肌斗篷 面对对方的一个双AP的一个中野 本身可能是时刻保持推线权 然后去支援的 现在就不太敢推线了 就兵线到这边我才敢收 寒冰给一个1看一下自己红区 感觉EGG还是想先手的 毕竟IC有个大码 但青钢引接过的推线 要等组统整理一下 艾妹在上路一路推线 主动往下路走的一个过程中 蜘蛛率先开火龙 长长的一个在下路头蹲点 还没有办法察觉到这条火龙 已经是被对方打掉半条 但小鱼人现在现在选择回家 蜘蛛一个人有办法solo掉这条龙吗 看一下有没有人去查解 但小鱼人消失在视野里面的时候 scott不敢去 长被偷掉了 来 火龙拉了一点血回来 陈接下完身61D 现在看到火龙 从小轮坑上去了 没有被眼看到 然后后面核蟹又消了 主要你刚刚可能 DG判断的是 对方的终点正在蹲我的岩雀 或者是下路这波在倒机会 但场长的蹲点依旧是没有找到 scott这是扶石冲 扎着他的滑板冲到对面的红区 下了一个很深的眼 这个眼上一局就存在了很长时间 不知道A妹有没有提示一下 这一次教练团队在场中时间 可能最需要去传达的一些资讯 主要对方A妹的下路也 会打得激进 就基本上就是 感觉到你打也没有出现的话 我也不急 来 又往中路来一个QKR技能提飞 好 场场这波是不及得到 反手伤害量打得很高 蜘蛛直接到飞天 但是STARLINE呼噜起来过来 把场上的散截给逼得出来 小鱼人一个E技能跟上以后 Q技能收头散现出来 Scar的回程虽然是打了一个Q 但被杰拉打得要大半分的伤害 这一时间点E技术双日线才刚回程 是 这波主要就是杰拉在 杰拉是让E技术的一个中野2v2 瞬间进入了一个小打多的局面 结果STARLINE的一个跑线支援 非常的关键 与人再添一个人头 本身如果那波被反转到 感觉是E技技转的 但是杰拉的出现 确实也是改变了战局 这一把刚刚应该是双人线的兵线 有点烂 他们还是回家了 1月中也已经陷入了比较大的烈势了 其他的上路以及双人线 能不能站出来带领一些节奏 上路现在可能就可能自己 在队线上就有一点烈势 带着双buff的Sena很恐怖 这波又是直接E上来 但是回身的Q吃到了很多 爵石场的一个伤害 这个想强推还是有点难度的吧 没有哪路有绝对优势 Suka的即使是受到两次的击杀 但打得还是挺激进 下路维吾斯一个人就慢慢的补刀发育 艾妹这把是非常清楚自己的腿头点 是在中路的一个小鱼翁 上路七张影的发育已经是拿到了三项之力了 这边侍应的位置应该也是被看到了 又是中路的一个Q2连技 想要单杀一下 Suka的感觉已经是跳过去活了 长长进来的伤害并不足以击杀小鱼人 小鱼人一个Q以后来到她的后方 但是这边累得抓到了对面的杰拉 驱落套到以后 有一定给了一个大招 大招击飞之前 由Mako的一个补卫带走人头 对面的人数是绝对的一个优势 绕后的时间比较早 正面Lulu已经先被处理一跳 累得在前方遇到了AJ的一个流人 小鱼人再添双撒了Sina 这一把已经是十一级了 上路的帽子则是取消了传送 因为他的传送是比较慢下的 判断自己到来之前可能队友已经倒下 五颗人头的路带 而且是带着不灭之窝的一种AD小鱼人 他带的应该是要出三项 所以他只是因为选了一个中单 其实就是一个上单小鱼人的出装 对就是上单小鱼人的 可能服务天赋啊 这个召喚者技能也很一样的 只是打了一个中单而已 但你听到这个英雄靠的机伤 以及W叠满后的增伤的幅度 也是很高啊 肉装小鱼人现在本身就有秒人能力 那个W的机制其实相当痛的 W现在可以靠所有的技能去触发 你屁窍门就是脑子机灵 这波是杰拉烙过来 三角草桶的燕已经被清空了 感觉还没想要来打击1GG 现在唯一没有阵亡的一个上单 小鱼人这边又看到了Mako 前方如果有视野的话 我觉得Sina就要向前了 三项已经拿到了 而且他们这局 AP伤害的话 其实也还有蜘蛛和杰拉可以补一点 小鱼人毕竟还是有混伤 而且他的杀人戒应该是10层 对 他其实也是靠AP伤害 只是现在戳人也蛮痛的 持续伤害也高了 但是这一手10手的小鱼人选择 1GG应该是没有料到的 就配合打也很好配合嘛 现在的大招 Sina的装备 现在已经只能往便宜的装备去 做选择了 找性价比高的这种优惠面具 一般的塔利亚是 不会在前面选择这个装备的 这确实是有点惨的一个选择 就连鬼叔或者是冰状这种 这件中了 先把杰拉秒了 但杰拉吐之前 把杰拉还没死 场场进来 直接被AJ一个大招给盖住 而尹尼娜再拿一颗人头 九筒进来 炸散的战场 AJ这边是被寒冰给黏住 但在右侧的Skart 被尹尼娜单打 又是打出了一次W的被动 小鱼人再添双杀 而青杠一个人头 则是被Meko的一个露露 应该是点死了 小鱼人这波已经 露露无人之境 看到对方的前排血量不是很多 还要配合队友来压一下 对方守中路外塔的人员 这波压掉了人 卡拿到艾妹的经济领先 要扩大到5000块钱 这只要考验 一级打猎势局的时候的能力了 这场真的是中路无限猎 主要这个小鱼人已经是 现在她还是一个叔叔装 等到她等会儿 就是叔叔装跟肉装一起喝 拿她真的没办法 又痛又 很难处理 而且因为这边的一个 点控也 我觉得控不死 这边就出了水银靴了 你没有这种什么 蚂蚱的一个压制去 想办法在 比较长的一个控制里面 去灌掉这个小鱼人 这把其实艾妹也是在 红色方的第三选吧 马尔扎哈给变掉了 可能也在铺垫 这个小鱼人的一个选择吧 前击线上确实是被延缺号比较惨 因为他打上路就是有一个好处 就是面对大部分大部分还是进战 可能队先舒服一点 但中间在配合打野方面来说 还是抢战的先机 目前一二的选择 蜘蛛跟青藏影都起到不错的效果 帽子这波是先动手 韩明的一剑过来 AJ并没有射中 弗洛斯就在不远处 而且小鱼从下路传送过来 上单的帽子已经先被对方的上野给处理掉 而现在的位置虽然比较危险 但他是一个顽皮的飞姿 立刻跳下了岸 这波上路的主动出击 韩明的剑没有接续到控制 一地区又失去了一个人 上路的塔感觉也不是那么好守 但艾妹的选择是 先中路的兵线压制一波 两条火龙艾妹掌握到的话 打大龙的速度其实已经很快 对 而且现在是因为大龙还没有刷新 这种出装的一个小鱼人打大龙 感觉比传统API的更快 厂长开大招 想留一下AJ 这波要不要扑上去 但后面其实就有一个打野啊 目前是一个一打二的状态 厂长先把第一个满星交掉 拉了一口血回来 但是AJ这波还是没有受到击杀 的确厂长只是想要找AJ 还没出防御装之前 看自己能不能靠着 四肢狗的一个输出带走 看到盐缺开大 应该是躲一下对面的人 小鱼人现在的位置就算被你抓到 你都很难记上 基本上是要闭着这条小鱼人打的 下一阵应该是要选一个振奋 我想去让小鱼人带上路了 现在应该有人要回家补给一下 龙已经刷新 现在对于一击来说 这条龙是可以做一下交换的 毕竟现在塔的落后比较多 想的肯定就是守住这条大龙嘛 反正这个大龙先不能被动了 这其实比较像第一把暧昧的一个烈士节奏 但他们从这个地方去守这个大龙的话 感觉小鱼人在附近就威胁也蛮大的 这种窄口如果丢个鱼 然后感觉两边的阵容 但是这边阿姨也被抓了 这个抓得很关键 这很关键 感觉蜘蛛这个位置是有一点点脱淡的 而且传风也取消了 这波一定就是找到了 续了一口大命 找到了一个机会 蜘蛛并没有贴着对方 可能他认为前方有视野吧 连贴着自己方的野区的抢走都没有 他就贴着对方的野区入口走 这波抓到蜘蛛 真的是帮尼姬缓了一口气 再来上路抓一波 迪娜可成功吗 迪威反抗了一个大招以后 伤害被虚弱给限制 但是伤害的第一把三 杰拉击飞了 斯卡拉的这波被小鱼人再次的进场 击脚后边给点掉 迪威这边也是走不掉的 双杀拿到手以后 迪威再往前拿下一个人头 已经打杀特杀的小鱼人 帽子只好利用帽子 都把他给推开 但另外一边 AJ从后方 应该是传送进来的吗 没有 他没有 应该是绕过来了 在对方的蓝区 遇到一个绕单的寒冰 寒冰连闪现都没有 应该是打得太久了吗 应该走过来了 这个本身是抓到对方打野的一波机会 但是就想杀这个小鱼人 又有点太慢了 而且对面又有个杰拉 这个反手的效果太明显了 主要他是一个坦装的一个鱼人 艾妹在22分钟半拿下了这条大龙 经济已经是9000块钱的一个差距了 这波抓鱼人主要是想拿这个7颗人头的一个寻赏金 是的 但杰拉的这一次到来 哇 斯塔卫尽今天的杰拉 必须说很关键 中路一次的一个散现开 以及上入这波的一穿三 这三个人打这个小鱼人 都打得很慢 他有意 然后这边一个闪现的一加大招 配合维鲁斯 斯卡特被击飞过后 已经是没有机会走了 厂长这边遇到一个有多多威力的一个鱼人 也是走不掉 另外一边 清刚也是单人的把对面的AD给切掉 对 夹了一个治疗的Zat 也没有办法在海戈斯最后攻击里面处理掉这个鱼人 已经超神的小鱼人 处理掉这个清刚已经超神了 清刚这波一级的飞了很远 又收到了AD 伤害量太高了 配合杰拉的远程输出 直接拿下人头 再一个大招 厂长也是被蜘蛛给带走 这一波应聚在自己阵型 还没有站好的时候 暧昧 直接拿下两颗人头 AJ已经冲到对方的高地内在打人了 弹了一下 这波是声东极西 以为要杀帽子 但是弹了一下 在高地内的一个石块 把下路要支援的一个Mako也给带走 就AJ的这个 卡米亚确实打得行为流水 他有时候是对面没有料到 他突然会上的 他就弹了一个比较奇怪的强 然后折过来 折反过来 这波只能交大招 清一下塔下冰 但是清不干净啊 Skot一个人复活 好像阻止不了 Ai-Man拿掉这个基地 Ai-Man以2比1 你又给喊了吗 收拾 Ai-Man以2比390%了